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有几点是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一直都在点老马讲讲伊朗 说说伊朗 这老马讲伊朗的地儿挺多 但有时候我的观众朋友没有听到 那么今天讲伊朗的最重要的一个是结合一个时事 这个时事来自于路透社的报道 路透社大概在四个小时之前 根据伊朗的新闻发自于迪拜的消息指称 说伊朗的总统哈桑·鲁哈尼先生 今天在全国电视讲话当中 讲了一个数字可以说震惊了全世界 这个数字是什么呢 伊朗说总统鲁哈尼说 今天我要向大家宣布 根据卫生部的调查报告 内部的研究报告得出来的结论 我们伊朗恐怕已经有2500万人 已经得了2019的新冠肺炎 我们未来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内 还有3000万或者是3500万人呢 有可能呢也会被感染 此话一讲呢 真的是整个世界华人 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老马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啊 也是有点似性非性 那么专门检索到了路途社的原文呢 发现了路途社的确有此消息 而且呢是他现场的电视讲话 这一点呢让老马看完之后呢 就不得不深信不疑 此事呢看来是真的 那么老马还要想一样 话是真的 有科学依据吗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我今天呢专门咨询了 我们的寒冰医生 在节目开始之前 为寒冰医生呢 我们通话大概有十来分钟啊 专门就这个可能性和统计学方面呢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进行了讨论 得到的一个结果呢 也是呢 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如果这一点要是存在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从科学的角度 如果是在合理的理论范围之内的话 那么这种可信任程度呢 是非常之高 那么这一个问题就来了 伊朗是一个一直在我们的心目当中 永远是一个会隐瞒事实 永远会想尽一切办法 似乎总是一个贪赃枉法 或者是呢 对自己的国民呢 独裁至极 或者说呢 就是一个神权的国家 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呢 伊朗就和朝鲜是一个概念 那么真的伊朗是这样吗 伊朗的政府真的是一个独裁的政府吗 他独裁在哪里 而他有些地方又是如何的呢 这是今天的其中一个话题 还有一个话题呢 是伊朗关于什叶派 很多人都知道伊朗的穆斯林呢 是什叶派 那么这个什叶派 是怎样的一个教派呢 那么还有一点是 40年来 从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 霍美尼所发动的这一场革命 到今天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包括我们知道的 整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些国家 还有他自己的所有的邻居 我说了一个所有的邻居 可能很多人说 是所有的邻居吗 我可以告诉大家 真的是所有的邻居 都和他之间呢 似乎不搭杠 似乎呢 都是会有各式各样的冲突 在这样一个被封锁 并且呢 四周都是敌人的 这样的一个国家 如何又能够 步履蹒跚的 发展起自己的独立的 工业体系的呢 又是如何在中东 一步一步做大了的呢 没有钱 没有权 没有什么东西 但是他却打胜了 来自伊拉克的两翼战争 他也在整个中东的 发展过程当中 特别是911前后 这20年里 似乎他一决成为了 中东地区的霸主 他有能力和解决 所有中东的问题 这又是如何的呢 他甚至参加了 叙利亚的战争 这让很多人都大惊失色 也让我们看到 在野门战场当中 居然也是什叶派 领着纷骚 打垮了来自于 沙特阿拉伯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以及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联军 而他们拿的武器呢 似乎就是一些 AK-47和最简单的一些武器 他们是用什么 打垮了用美式武装 和最先进的战机所 武装起来的 沙特阿拉伯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联军的呢 这又是怎样一回事呢 这一点呢 很多人都很疑惑 说有这么多的为什么 这么多的说不清 难道我们都把伊朗看错了吗 老马要在这里 观众朋友们讲的呢 就是看看 讲完之后看看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是不是真的把伊朗看错了 但是老马也要在此之前 提前要说一个这个结论 我认识的绝绝大多数的人 都看错了伊朗 那么我们就从第一点开始讲 第一点呢 我们看到当今年2020年这个疫情啊 撒向世界的时候呢 伊朗是相对在中东地区呢 和欧洲的意大利呢 是同时起步发现了自己的疫情 当时伊朗在报告自己的疫情的时候 是整个世界都很华人 很多世界很多人都在说 伊朗现在有五千 现在有一万 哦伊朗超过了意大利 哦伊朗今天又如何 伊朗明天又如何 等等各式各样的一些分析和看法 那么很多人都说 伊朗在隐瞒自己的疫情 是的 有很多人有合理的怀疑的权利 或者合理怀疑的一些原因 或者是一些借口 但是呢 有一样 伊朗的当我们知道 负责这个疫情管理的 卫生部的副部长 得了这个病之后呢 他用自己的推特和Facebook 可能向世界宣布 向伊朗民众宣布 说在真主的恩赐之下 他说敢赞真主的恩赐 敢赞真神的恩赐 应该总确的翻译 要真神的恩赐 我得了这样的一个病 那么我们首先来说说 他为什么要说感谢真神 因为在伊朗人的文化当中呢 一切的一切的发生呢 都是一个前定 所以呢 一切的发生 只不过是我们 就是按照那条道路 再往前走而已 没有什么事情 是我们需要去懊悔 或者需要去埋怨的 一切的降临呢 都是一种恩典的降临 这是伊朗人的文化 所以呢 我们看到了 伊朗的负责部的副部长呢 发了这样的一个推特 而这个推特发出之后呢 很多人都说 哎呀 伊朗这回啊 很多高官都会打了 但是大家忽视了另外一样 两个点 第一 大家会发现 原来伊朗人都用推特啊 原来过去所有的分传都说 伊朗分网了 伊朗人不能上Facebook 伊朗人不能看YouTube 伊朗人不能如何如何 一下子把这些所有的 这些外在的一些传言啊 似乎都打破了 这特别是在华人圈里 都很多人都说啊 伊朗这个不好 伊朗那个不好 OK没错 伊朗的确绝大多数的东西 在我老马眼里呢 真的是太糟糕太糟糕了 但是伊朗呢 有一个严重的自由和资讯的自由 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什么呢 伊朗的高官患病之后呢 他也不会隐瞒 而且伊朗的国会的高级领导人 以及外交部的高级秘书呢 也得了 也得这个病之后 也向外呢 哎正常的发布 那么伊朗一时间呢 在互联网上我们看到了 什么伊朗今天死了500人 明天死了多少人 挖了个大坑 把几百人推进去 等等类似这样的视频呢 是很多 每一次当这些视频到来的时候 很多观众朋友们都会发微信 或者爱死我说 老马你看看这是真的吗 老马呢 已经回答的呢 很累 为什么呢 这些东西 你一看你就知道呢 它不符合逻辑 它何真之有 就像前几日 有很多人发来视频说 伊朗的德黑兰呢 发生了一次军火库的超级大爆炸 整个德黑兰的都被淹没在火海里 老马说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因为呢 如果伊朗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整个阿拉伯半岛 以及整个中东地区 特别是波斯湾的所有的新闻媒体 都会去报道 但是我发现没有报道 而只有中国人圈子里边的 和一些搜索来搜索 最后发现是来自一些 极端派的一些网站上 所出现的 所以呢 老马就说啊 这种谎言啊 真的是欺骗了很多的人 而通过这个卫生部的部长 患病 以及我们看到伊朗的很多 高级官员的患病 以及副总统的患病呢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伊朗这个政权呢 似乎还是有一点诚实度的 或者讲 它让我们看的 或者我们看到的并不准确 那么为什么老马要啰啰嗦嗦说 这些案例呢 就是想透过这些案例 告诉大家的是什么 我们往往去看待一个国家 或者看待一个政权 意识形态呢 绑架了我们 让我们呢 似乎每一个人 我们都会变成盲人 当意识形态 完全的绑架我们的时候 包括我们自己看中共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被意识形态所绑架 那么意识形态绑架下的我们呢 就是看不清理不清 到最后呢 自己就是一个糊里糊涂 自己也搞不清楚 那么伊朗也是如此 在老马所了解的伊朗当中的 伊朗这个国家呢 可以说在信息方面呢 他们呢 政府有没有隐瞒的欲望呢 天底下全世界任何一个政府 都有隐瞒自己的这个信息的这种欲望 本能是如此 美国政府也有很多想隐瞒下来的 也隐瞒不了 那么伊朗有没有隐瞒的东西太多了 就像我们知道今年元月八日的时候 当伊朗人开始被报复美军的军事基地的时候 把自己的一架 乌克兰的一架航空公司 一架飞机给打下来了 这件事情呢 起初他们就想隐瞒 是谁想隐瞒呢 是军方想隐瞒 但是最后呢 民众以及政府呢 把这件事情的公布出来 公布给了全世界 全世界人都知道整个事情的真相 到底是如何 那么包括在中国呢 也有隐瞒的这个欲望和政府有这个欲望 但是呢 能不能报道出来呢 在中国没有权力制衡 也就是没有对中国政府 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府的任何一个制衡 因此呢 他就可以隐瞒下来 那么反过来说 伊朗有没有制衡呢 伊朗的政治的格局和步话呢 是这样的 伊朗的霍梅尼在建立这样一个 伊斯兰共和国的早期呢 他曾经就有一个梦想 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要让伊朗成为伊斯兰世界 拓展走向民主的一个灯塔式的一个国家 如果有人看过霍梅尼在巴黎的演讲 那么那个录音带 就不难看出他曾经讲过的话 我要让伊朗成为第一个 有每一个民众有选举权力的国家 我要让伊朗成为一个公民自由的国家 的确 这是他的梦想 当然他做到了没有 在老马看来最多只能打30分 30%做到了 70%他没有做到 那么他想不想做到呢 也许他想 后来他改主意了 这是独裁者 很多人都是如此 老马对于霍梅尼的评价是 依旧是最后变成了一个权力的奴隶 那么大家仔细来听我的这个讲解 为什么他变成了一个权力的奴隶 当霍梅尼获得了这一场胜利的时候呢 霍梅尼呢 在整个国家呢 准备推行呢 选举与民主制度 选与民主的制度呢 在伊朗目前来讲是整个波斯湾地区 包括伊拉克和整个阿拉伯半岛地区 包括我们知道的中亚地区来讲 伊朗的民主选举和公民的投票权 是堪称第一位的 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超越伊朗 有人说在整个中东近东地区 除了土耳其之外 其他的所有的国家的选举 都是以舞弊 都是以政治派别提前安排好的 这种方式来在进行 或者是一些王权国家 不容许你投票 你没有权利投票 像沙特阿拉伯 像阿拉伯联合酋长郭 像巴林 像科威特 像卡塔尔 像阿曼苏丹 等等这些国家 你是不需要你投票的 而就投票的国家来讲 伊朗是最最民主的一个国家 甚至有人讲 如果说伊朗的这种民主制度 那么未来呢 如果真的他们推崇下去的话 那么他一定会成为中亚 以及突厥人 波斯人 沃尔都人 阿拉伯人 还有亚美尼亚人 等等各个民族的一个民主灯塔 而当他推行完这个事情 在整个伊朗拥有了民众 拥有选票的这个单口 也就是同一个时间段 我们看到了发生了一场战争 这就是两一战争的开端 由当年执政的伊拉克的萨达姆 发动起了这场边境战争 因为阿拉伯河的河水的分治 以及边界的划分问题 双方产生了分歧 而这个呢 说白了一句话 就是一个借口 而萨达姆呢 就利用自己来自于 来自于美国 萨达阿拉伯 等等各个国家的经济 政治外交 军事各方面的援助呢 来开启了一场 对于伊朗的一场战争 这场战争的目的非常简单 就是要把霍梅尼这个政权干掉 两种不同的力量呢 在其中呢 主导着伊拉克的萨达姆 一种力量来自于美英的力量 也就是说被称之为 西方的民主国家的力量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需要报仇血恨 血恨什么呢 关于伊朗的 美国驻伊朗大使馆的人质外交事件 还有什么呢 还有在他们整个推翻了 巴列维王朝之后呢 将整个美国和英国 在伊朗的所有的权益呢 尽数的收归了国有 这是对于伊朗和英国和美国来讲 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损失 而这种事情 一旦开了先河之后呢 那么对于美英在第三世界国家的 这种资源的控制来讲 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影响 也是因为伊朗的这种收归国有呢 导致了后期我们看到很多地方呢 都将以美国家的石油公司呢 的利益呢 都收归国有 Bickson呢 开启伊朗人 开启了一场真正的一个转换政权之后呢 对欧美公司和欧美利益的一次重新分配 那么在美国的这种冲动之下 支持之下 那么萨达姆发动的这场战争呢 一开始呢 真的是势如魄独 很迅速的呢 就占领了整个伊朗 靠近波斯湾地区的重要的输油管线和产油的地方 这对伊朗来说构成了重大的打击 与此同时呢 因为霍美尼的新政刚刚开始 并没有太多的社会基础和资源基础呢 可以供齐呢 能够稳住政权 在这个时候 霍美尼呢 用思想的武器 或者叫政治动员的这种能耐 用宗教的力量 迅速地组建了一支 大家今天耳熟能详的一支队伍 叫什么呢 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也就是今天的伊朗被称之为呢 两套国防体系 一套呢 是神职人员所控制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另外一套呢 是伊朗国防部所下属的正规军 当然就作战能力和装备 以及资源拥有量和政治发言权来讲 国防部的士兵呢 基本上就是炮灰士兵 而伊斯兰革命卫队呢 都是精锐的装备 精锐的士兵啊 实力挑一的这样所组建的 他们的人数呢 也有十几万之中 同时呢 他们在控制的今天伊朗的经济方面呢 可以说伊斯兰革命卫队呢 是控制的最多的 也被称之为呢 是叫半先冲政治的一个伊朗 我们接着回过来说到两欲战争 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呢 霍明尼所组建的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而革命卫队的组织的主要成员是什么 就是一些曾经在巴列维时期啊 遭到巴列维国王镇压的这批人 巴列维国王呢 镇压了什么样的人呢 镇压了所有的伊朗的传统的人士和宗教界的人士 这也是伊朗为什么过去啊 被称之为呢 一下子向左啊 一下子一样的向右 一下子西方的不行了 最后一下子被扳回到伊朗的本源了 这也就被称之为呢 任何的政治你都不能过右或者不能过左 如果你过右或者是过左 最后呢 得到的结果就是 想往右的人呢 最后必然呢 会被往左的人呢 彻彻底底的拉回来 这就像一个橡皮筋一样 你拉到越门一个方向 那么他弹回去的那个力量呢 就会更大 会让你更痛苦 所以呢 这就是现代政治上的一个基本简单的一个比较 那么这些人呢 生怀着一个什么呢 一个新的一个伊斯兰共和国的成立的一个梦想 在这种热血沸腾的驱动之下呢 那么霍维尼呢 也利用了塔利班 我所说的塔利班呢 并非是阿富汗的塔利班 塔利班这个词的名义 字体的意思呢 就是学生的意思 就是阿拉伯语的塔利班 就是什么 学生 学徒 或者是学习 就是青年军吧 你就可以这样的 学生兵 这样来理解他 有些人说呢 他特指的是宗教学要的 不是 并非是如此 塔利班呢 就是指的所有求学者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有中学生 有高中生 有大学生 等等 有这个技术学生也好 方方面面的学生 都是属于塔利班的 塔利班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看到 在利用了这些 迅速鼓舞起来的 这些民兵组织呢 还有巴斯基民兵组织 等等类似建立的 这些武装呢 对于伊拉克的兄弟呢 给予了重大的一个打击 真是啊 关键时刻 真是 人家说的是 弱的怕强的 强的怕这个狠的 狠的怕不要命的 这个当时伊朗的这些人呢 真是要现身于 伊斯兰革命 为了保护自己的 伊斯兰的政权 或者一个新生的 这样的一个政权 公民有投票权的 这样的一个政权呢 可以说呢 都是前赴后继 伊朗人在两亿战争当中的 死亡人数呢 是远远超过了 伊拉克 伊朗所受到的损失呢 也远远大于伊拉克 因为绝大多数的战场呢 都发生在伊朗的境内 这对于伊朗的工业石油开采 方方面面的破坏呢 是巨大的 而这场战争呢 最后呢 还是以伊拉克的总理 伊拉克的萨达姆失败呢 而告终 当然之后呢 因为萨达姆失败之后呢 特别是后期 美国呢 因为逐渐的呢 发现呢 这个伊朗的这种冲突 打下去的话 那么伊拉克的萨达姆呢 其实是一个更可怕的人 或者叫一个更大的 一个野心家 因此呢 这伊拉克的这个政权 或者伊朗的政权呢 他们都发现了 最后啊 搞不好啊 伊朗都会把伊拉克呢 整体给通病掉 为什么呢 因为伊拉克的国情是 伊拉克有70%多的 穆斯林呢 是什叶派 只有20几的穆斯林呢 是匈尼派 而匈尼派呢 却是伊拉克的统治者 因此呢 大家都最后担心呢 因为有大量的 伊拉克的什叶派呢 跑到了伊朗 包括我们今天前几年都知道的 伊拉克的著名的一位战后总理 马利基 这样一个独裁者 或者被称之为的一个宗派主义者 就是当年呢 投靠到了伊朗 替伊朗人呢 去痛击伊拉克的这样的一个军队 那么伊拉克的军队当中呢 因为很多人呢 也是什叶派 因此呢 他们内心呢 是厌恶去打这场仗 所以呢 经常会出现在战场上呢 伊拉克的军队呢 叛逃成了伊朗的军人 反调转枪头呢 打垮了自己 这种事情呢 在整个的一两一战争当中呢 可以说呢 发生了很多次啊 不是一次两次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 伊朗呢 凶速的呢 可以说在战场 获得了主动的权利 而这个主动的权利呢 促使最后呢 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 也是我们今天前面 才提到的一个主人公叫 又把人家秘名字给忘了 就是今年元月三个日 被美军给打死的 那个伊朗的 伊斯兰革命卫队的 圣城旅的旅长 哎呀 你说我这脑子又忘了 就是这位人士呢 就是整个两一战争 最后的一个终结者 画上最后一个句号的 一场战争的终结者 而这场战争呢 为什么要谈这么久呢 他又与伊朗的政治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 给观众朋友们 进行一下总结 那就是 这一场战争 使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呢 迅速的在这个国家呢 掌握了更重要的一个权利 而是霍梅尼所妄想的 和期望的 能够 对苏莱曼尼 谢谢 谢谢加加 加加记忆也好 上次就是加加提醒我的 苏莱曼尼 那么我们知道 在这样的一个战争呢 从1981年 或者80年的后期正式开始 一直到1988年 由苏莱曼尼 打完了最后一场 这样的一个战争呢 所领导的兄弟 打完了最后一场 这个战争为结束呢 整整的是八年的 这场战争 两一战争的最后的失败者呢 当然我们知道 是伊拉克的萨达姆胡塞因 萨达姆胡塞因 因为这场战争的失败 那么最后呢 因为他获得的来自于 美国的答应好的援助 和沙特阿拉伯等等 国家答应好的援助 没有给予他 最后呢 他就通病了科威特 这作为对沙特阿拉伯 和作为对美国的一个报复 不过后来呢 美国人翻了脸了 你敢这样 我就干掉你 这就是后来的 我们的第一次中东战争 这是另外的一个话题了 我们之后再谈 不过大家可以通过这个信息呢 可以理解一下 这个伊拉克的萨达姆 为什么要清通 这个科威特 当然还也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说法 什么科威特是过去伊拉克的 一个行省啊 等等 这都对 这都是有的 但是在政治上 那么更是一种报复行为 报复沙特阿拉伯 和报复海湾的这几个国家 同时也报复美国 不过最后呢 美国呢 就彻彻底底的跟他翻脸 这样大家可以就了解更多一些 那么这样的一个 先中政治成熟呢 这八年呢 也使霍梅尼呢 在八九年就去世了 霍梅尼呢 也没有办法继续推行什么呢 推行自己的什么呢 完全的这样的一个民主化 整个伊斯兰革命胜利的七九年 到八九年也就十年 那么霍梅尼呢 也是掌权了十年时间 但在这十年 每天呢 结果都是与战争战场 各式各样的美军轰炸 包括美军在波斯兰 打下了一架 伊朗的一个 承载有一百多人 还是二百多人的 一架客机等等 各种各样的事件 可以说个实实在在话 伊朗的霍梅尼那个事情 根本没有能力 去解决自己的民主方面的一些工作 而他走之后呢 我们也看到了 他走之后 他把自己的职位呢 或者这个权利呢 没有移交给他当时准备好的一个人 他准备好的这个人呢 就批评他 说霍梅尼呢 在政治方面 在军事方面呢 犯了很大的一些错误 他说呢 没有按照霍梅尼本身 许诺给伊朗民众的方式呢 去推进 当然霍梅尼有自己的理由 认为呢 这个战争的原因 等等的原因 没有办法分散任何的精力呢 去做其他的事情 但是呢 他的接班人 就对他很不满 为此呢 他最后呢 也没有把自己的这个权利交给他 而是交给了现在的伊朗的最高权利的人物 哈梅内伊 哈梅内伊呢 本来是宋位的第三继承 第三排位第三的人 后来呢 一把把他提拔起来呢 成为了一个接班人 这是一个另外一句话 另外一个话题 那么在霍梅尼去世之后呢 军方我们知道 在伊斯兰革命卫队 握有了这个国家的重要的能源 为了当时在战场上 能够使伊斯兰革命卫队 拥有更多的资源 去打胜这场战争呢 霍梅尼呢 不惜把所有的国家的能源 国家的经济 国家的食品 所有的东西 尽数的呢 提供给了伊斯兰革命卫队 而伊斯兰革命卫队呢 也的的确确不服所望呢 战胜了伊拉克的侵略之军 这也是一个事实 但是呢 霍梅尼走后呢 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 一直不断的做大自己 今天在伊朗生活过的人 或者是和伊朗有过接触的人 包括你要和这个国家 做个买卖的人 你都会知道 伊朗的总统 是0.5总统 伊朗的包括 今天的 哈梅尼伊 也是一个0.5的 一个精神领袖 还有0.5呢 就是我们知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这个军事组织 控制着整个国家的 几乎所有的力量 你要在那个国家 你办一个进口 你也得他批 你要在那个国家 开一座工厂 你也得他批 你要在那里 架一个变压器 你也得让他批 你要在那里 修一段路 也要伊斯兰革命卫队 因为他为什么呢 他说你可能会防碍 国家防卫问题 你可能会怎样 你可能会怎样 这就和朝鲜的先凶政治 是一模一样 不过伊朗的先凶政治 没有朝鲜那么严厉 但是我们知道 伊斯兰革命卫队 已经渗透到了 这个国家的所有的层面 凡是有利益的地方 伊斯兰革命卫队 都有涉入和插手 这个国家呢 就是被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绑架的 尽管如此 伊朗在这几十年里 依旧建立了一个什么呢 四十年里建立了自己 可以说很薄弱 但是要比起周围的国家来讲 是非常非常健全 和完整的一套工业体系 这个工业体系的 重要点在哪里呢 就在于 它可以生产 所有自己的武装 所需要的 基本的战略物资 武器 包括子弹 我们知道很多国家 连子弹都生产不了 都需要外国来进口 其实我们知道 韩国啊 台湾啊 这些国家呢 和地区呢 是最重要的一些 这些子弹啊 等等这些东西的生产国 伊朗国 他们可以生产 炮弹可以生产 坦克自己也可以生产 那么包括飞机 他们也可以生产 当然他们的飞机呢 很容易被打下来 飞得不快 也没有特别好的 什么发动机啊 等等 这些都是不具备的 但是他们会生产的是什么呢 能够辐射 整个波斯湾地区的火炮系统 很多中东的国家啊 连大炮 射程达25公里之外的大炮都没有 这个一听 很多人都觉得就笑笑笑了 怎么可能呢 的确这是一个事实 像叙利亚 像约旦 凡是围绕靠近以色列的国家 这些国家都没有这种火炮系统 你只要有 以色列人就给你炸掉 你只要谁敢给他卖 美国人也不容许你卖 就会对你制裁 所以呢 那些国家都没有 那个国家如果自己想研发 你经常会在新闻当中看到 以色列空中又派了一样 什么什么突袭了大马士哥 或者突袭了哪里哪里 等等等等 类似这样的信息的非常的多 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准备生产火炮 不要看大家觉得这些火炮 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一样东西 但是对那些国家来讲 它却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 那些国家连进口这样的火炮的钢材 都是不被容许的 为了保证以色列的安全 而唯有伊朗 他们自己能研发 自己能生产这种钢材 自己也能够做这些 因此呢 他在中东地区的军事 虽然说他的军事的高科技几乎未灵 但他有一样东西和北朝鲜是一样的战略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自己的波斯湾的边界上 北岸上大幅度的大面积的架设各式各样的火炮 包括卡丘莎的榴弹炮 来随时随地呢 可以用力量消灭所有在波斯湾的 美军的军事基地 还有在波斯湾南岸的 所有的石油用输设施和石油生产设施 这就是伊朗今天能够在中东地区 没有人能把它怎么样的一个原因之一 这也有就是伊朗跟伊斯兰革命卫队所提供的一个力量 所以到今天为止 伊朗这个国家依旧依重着我们知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他没有办法舍弃他的原因重要原因 那么我们要说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要说到什么呢 2013年 2013年呢是我们知道今天的伊朗的总统鲁哈尼上任的第一个任期 鲁哈尼呢是属于一个温和派 那么过去的上一任的伊朗总统呢 也是德荷兰的市长呢 他是属于一个强硬派 鲁哈尼呢胜利的占领是获胜 并且获得的票数呢非常之高 那么那一次呢3600多万人选票 他呢一次性就过半达到1800多万 所以呢就比较的高票 那么第二次选举呢也是在2017年 他也是高票当选 那么2013年这个日子为什么要提呢 就是他当选之后呢 他与美国总统 这个奥巴马进行了一次通话 这一次通话呢奠定了一个基础 那就是之后我们看到奥巴马2015年和2016年 最终被确定的伊核协议 为什么奥巴马要签订这样一个伊核协议呢 因为的确如果这个伊朗如果不与美国走近 那么必然呢他会长期的呢成为整个中东地区呢 美国利益的一个最有利的破坏者 这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就是什么呢 伊朗冤河被制裁了几十年 没有制裁款 却越来越成为一个地缘方面 中东地区最厉害的一个国家 2013年的这场通话呢 被称之为呢是几十年来啊 美伊之间啊走近了一个信号 当时呢可以说呢 全世界很多人呢都非常高兴 很多的战略学家 以及欧洲还有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 都非常开心 觉得终于啊 波斯湾啊再也不紧张 觉得终于啊 这件事啊就不要再成为一个解决不了的麻烦 而寻找到了一个互相妥协的方式 能够让这个地方的温度呢降一降 能够让这里的老百姓呢 能够喘个气 那么美国的奥巴马 为什么要与伊朗走近的原因呢 刚才也有所讲述 那就是没有办法 那你就必须和他走近来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那就是美国在考虑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利益 那就是美军必须从伊拉克撤军 长期的这种助长不仅仅是军费的问题 而且在政治上和军事方方面面的 美国的奥巴马政府 一新那个时期提出来的呢 在他第一任期上就提出来的是 重返亚太以及亚太再平衡 中东地区已经没有美国在需要的利益 或者是已经变成美国利益的第二梯队 甚至第三梯队 为什么呢 因为中东的石油 因为世界经济的转向等等 都已经上中东地区成为美国的激励 这也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的总统 川普总统 为什么要在伊拉克撤军 也要想尽一切办法 在阿富汗不惜代价的要撤军的原因呢 这正是如此 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呢 双方进行了通话 双方的这个通话呢 成果斐然 后期呢 我们知道呢 也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协议 而这个协议后台呢 被川普总统认为呢 这不符合规矩 这和伊朗之间的不好 对美国利益不踪入 那么也就撕毁了 这次的撕毁呢 被美国人呢 只称为还有网上呢 有很多人宣传啊 说这个伊朗啊 违反了这个原子能的核协议 所以美国撕毁了这一点 在这里呢 我希望有这种认识的人呢 一定要很简单 去查阅一下原子能机构的网站 或者查阅一下相关负责人的报道 伊朗在签订完之后 这个协议呢 是所有的核物理核生产线 包括浓缩用呢 都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之下 以及德国 法国 英国 俄罗斯 美国和中国 这六个国家的监督之下 所进行的 那么呢 因此呢 这些机构呢 都是可以负责任 没有任何一个这样的全民的机构呢 指控伊朗呢 违反了这样的原子能核协议 而伊朗 为什么川普总统要撕毁这个协议呢 这里边的原因很多 也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我们要讲的今天的主要话题呢 就是他是如何壮大起来的 这与他的实业派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关联 谈起伊朗的实业派 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传说 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这个宗教的学者的讲述 和各种各样让老马看了之后呢 都是摸不着头脑的一些线索和信息 简单的讲 最简单的一句话来讲 就是一个 穆斯林社会内部的政治分歧 在宗教的教义方面 一开始的时候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 没有区别 只是呢 内部的继承权的一个争夺 在伊斯兰的历史上呢 Mohammed Salah 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规定 什么样的一个规定呢 就是啊 不容许血清 就是说呢 我把位子传给我儿子 我把儿子再把传给谁谁谁 这种情况呢 是要杜绝的 是比较的厌恶一样东西 叫血清政治 也就是血统弄 很多人都讲啊 说今天你们反什么血统弄啊 这个今天穆斯林不都是很多国家 都是父传子兽吗 或者是胸中 帝级吗 的确 这是的 但是呢 一开始的时候呢 反对的就是这一点 为此呢 也有一个话语是这样讲的 因为Mohammed Salah 他呢 没有自己的儿子 大家知道这一点 他生了几个儿子 都一一的呢 很幼小的时候 就夭折了 很多人都说啊 你看他 哎 断了子了 但是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 所有按照跟随我的道路的人呢 都是我的孩子 而且呢 在古兰经当中呢 专门有一段呢 就是专门来讲解这一点 就是想告诉人们 在伊斯兰的宗教里边 拒绝的和厌恶的 就是血统弄 这也是被称之为当时很多 在中世纪的一些欧洲的一些学者们 所称赞和羡慕不已的 说伊斯兰已经走向了一个 一个基督教遥不可及的时代 因为他已经打破了血统弄 这给予了整个宗教 更大的一个蓬勃 生机的一个可能性 和这种公平性 那么 什叶派呢 为什么 匈尼派与什叶派的分离 如此之大呢 这就与血统弄有关 我们知道伊斯兰的 在穆圣结束之后的 第四代哈里发阿里 又是他的女婿 又是和他呢 有一定的血缘关系 那么一些人呢 推崇他呢 成为了哈里发 在这一点上呢 就是伊斯兰世界的 分裂的一个开始 就有很多人认为 其实只有阿布巴克尔和奥马 也就是第一代和第二代哈里发 才是值得尊重的 真正的哈里发 第三代包括奥斯曼呢 也就是古兰经的版本的 最终的一个确定者 都认为他呢 有些地方做的也不合适 当然到了阿里这个份上来讲的话 更是有很多人认为呢 阿里呢 也是不合适的 但是呢 今天的全世界的 十几亿的穆斯曼呢 都是认可这四代哈里发的 但是对于阿里之后 他的孩子 或阿里之后的这个权利呢 各式各样的这个分歧就出现 这也是什叶派和 匈尼派核心分裂的一个原因 说起来这个历史呢 就特别的细致 那么讲起来很繁琐 那么呢 伊朗呢 就开始在今天的什叶派呢 就在今天的伊拉克的 两河流域的下游 也就被称之为的巴什拉地区 卡尔巴拉地区 等等这些地区呢 就开始呢 萌芽出现了 我们所知道的伊朗的什叶派 这个什叶派推崇的核心点呢 就是在血统的基础之下 在推进这样的一个教派 那么这样的一个教派呢 后期呢 被今天讲波斯语的波斯人 今天成为伊朗 波斯人也就是亚利安人 那么拿到之后呢 获得的是什么呢 他们认为呢 他们本来就和阿拉伯人有区别 这是一次政治 民族以及宗教血清的原因 三大原因所组成的一个派别 而这个派别呢 因为自己的民族性 语言的原因 还有这个一直长期在历史上 波斯人和阿拉伯人 还有突厥人之间的矛盾的问题 等等 变成了一个特殊的一个宗教团体 这就是被称之为的什叶派 这个什叶派呢 可以说在历史上呢 一直呢 最多的人口呢 也就达到整个伊斯兰世界的 大约15%左右 起初的时候呢 人口更少 但是呢 他整个慢慢的发展过程呢 却是非常之惊人的 不断的发展 不断的发展 过去呢 他主要就在伊拉克地区 后来呢 被波斯人呢 把什叶派的这个伊博呢 彻彻底底的被接走 之后呢 他慢慢的发展到哪里呢 今天的乌兹别克 今天的我们知道的塔吉克 还有我们知道的巴基斯坦 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克什米尔地区 还有印度等等这些地方 后来呢 我们看到有一些阿拉伯人呢 又把他带到了哪里 带到了今天的叙利亚 今天的黎巴嫩 还有今天的我们知道的巴林 科威特 卡塔尔 等等这些地区 包括埃及 什叶派的人数呢 虽然在这些国家并不多 但是呢 他们都有着非常大的一些影响力 而且他们内部的组织结构呢 是不同于迅利派的 什叶派的内部组织结构呢 有血缘的一个特点 后来呢 因为苏菲思想的一个盛起呢 更是让他们成为了一个什么呢 成为了一个更紧密的社会互助团体 在什叶派的教义方面呢 有一定的和兄弟派的区别 但是这些区别呢 不是本质的区别 最重要的一个呢 是形式和生活和社会之间的一个区别 是什么呢 那就是他们每一个教团呢 都是有经济特色 有分工的 有经济 有律师 有教育 有商业 有方方面面的一个分支 特别是现在今天我们看到的 在黎巴嫩 有一个什叶派的武装组织 叫纳斯鲁拉阵线 还有就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黎巴嫩的珍珠党 他的老大呢 也叫纳斯鲁拉 但名字叫纳斯鲁拉 意思呢 是按上帝的真神的援助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他们呢 都是如此在发展 在每一个国家 包括在阿拉伯世界和海湾地区呢 都是用这种方法来发展 所以呢 他们的这种社会渗透力和毛细血管呢 从一开始呢 就炸的特别深 他们就与教室结合在一起 和所有这个区域的民众结合在一起 所以呢 有一句话说的好 什叶派的发展呢 就像是一个放射性的一个 一个飞镖一样 炸到那个地方之后呢 迅速的呢 就会深入到当地的社会的骨髓力 所以呢 什叶派从刚开始最少的人 现在呢 已经在整个中东地区 包括全世界按照 什叶派自己的统计呢 大概已经超过23% 而实质上呢 一些权威的其他的一些统治统计呢 大概占到17%左右的穆斯林的群体 这个数字也不小 17%意味着多少呢 大概意味着2亿多人 在伊斯兰的历史上 对外宗教宣传方面 从历史的角度来讲 匈尼派一定是最厉害的 他波及到了我们今天的印度尼西亚 我们今天知道的马来西亚 以及过去曾经是穆斯林国家的菲律宾 还有我们知道的西班牙 还有我们知道的很多国家 过去都是穆斯林居多的国家 而什叶派的发展在历史上呢 是相对比较缓慢的 但是呢 就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为革命 1970年成立到今天的41年间 什叶派的发展速度 却成为了伊斯兰对外传播的 最有力的一个力量 如何来讲呢 有一份来自于非洲的一个统计数据 什叶派在整个非洲地区 获得的新加入伊斯兰的社团的人数呢 是匈尼派的八倍 非洲这个国家 这个大陆很奇特 你如果从赤道来分割的话 赤道以北是穆斯林人口居多 赤道以南呢 就是非穆斯林人口居多 基本上呢 有一个统计 按人口统计数据来统计的 非洲一半以上呢 是穆斯林人口 包括我们知道的北非呀 毛里塔尼亚呀 大家知道的塞内加尔啊 什么 什么钢比亚呀 什么什么的很多国家 包括我们知道坦桑尼亚 这都是穆斯林国家 而什叶派在这些国家的发展呢 超过了匈尼派的发展 是匈尼派的人数的八倍 我呢曾经亲自呢 也在这些地区呢 专门考察过和调研过 的确如此 在今天的整个 从坦桑尼亚的大草原 一路你向西 甚至你穿越进入到钢国 你都会发现呢 在钢国那样的地方 以及钢国和上游 人际罕至 甚至到今天为止 人们都不穿衣服的 这样的一个原始部落 什叶派的宣教 在那里比比到处都是 而且人数呢 非常之多 他们就是在这种 推动力之下 和这种背景之下 和这样一个被制裁的 这样情况之下 依旧呢能够发展出来 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去 认真去思考一下 他们到底是 什么样的能力 能够拓展的如此之远 和能够在某一个地方 一扎下根 就可以扎得生生 而且最后可以 影响很多人呢 为什么匈尼派 却失去了这种能力呢 有两种解释 其中一个解释是这样说的 最重要的一个说法 说啊 因为呢 什叶派呢 在这个时代呢 依旧有着一个 什么呢 伊斯兰主义的国际精神 伊斯兰的国际主义精神 是推动伊朗 宗教对外传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也是因为这一点 很多阿拉伯人 过去的逊尼派人 加入到了什叶派的阵营 因为阿拉伯人 从一战之后到今天 一直都在迷茫的 寻找着自己的道路 无数的枭雄 一个一个都起来 最后呢 都淹没 要么就变成权力的奴隶 要么呢 就变成人民所愤怒的敌人 包括我们知道的 穆巴拉克 卡扎菲 萨达姆 还有巴萨尔的前国王阿萨德 巴萨尔的父亲 前总统 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 已经我们知道 曾经也门的 枭雄南北战争的获胜者 和统一也门的萨利赫 都成为了阶下囚和 暴毙于世的这样的一些人物 被民众所抛弃的人 冤和呢 有人说啊 他们因为放弃了一样东西 他们呢 都在实行一种 已经腐朽的 甚至是 已经一开始 就与伊斯兰的价值观 所格格不入的东西 那就是国家主义 他们想建立的呢 是什么呢 是一个国家 是自己的一个王权的国家 自己呢 独裁的国家 和控制的国家 他们早已经失去了什么呢 失去的一个伊斯兰 是一个家庭 叫穆罕默曾经 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 意思是什么呢 所有的穆斯林呢 都应该是兄弟姐妹 在伊斯兰的文化当中 国家的概念上呢 是非常之弱的 非常之弱的 在他们的意识形态里 就是一样东西 就是当所有的人 不管你是穆斯林 非穆斯林 你是基督徒 你是犹太人 你是什么不重要 所有的人 只有一个国 那就是来自于 真神的国 而这一点呢 在奥斯曼时期呢 还有所保留 因为就是一个国家 在一个国度里 那个时期呢 有民族的冲突 民族情节的冲突 但是呢 没有这种国家的 这种限制 埃及有一个诗人 他写过一首诗 叫什么呢 叫边界 叫边境 也有人把它翻译成什么呢 签证 带税的 史密斯是什么呢 说我呀 是一个埃及人 在我的学业里 和我的文化里 和我从小所读到的 所有的诗歌里 我知道我们没有边界 我们不需要 我到大马士阁去 我今天想梦想去大马士阁 我就可以去大马士阁 我想去巴格达 我就可以自由的去前往巴格达 我想去塞纳 我就在塞纳 我想去拿摩加迪沙 我就在摩加迪沙 我想去突尼斯的加泰基 我就可以在加泰基的古城 我想去达拜德 也就是我们知道卡三布兰卡 我就可以去吹大西洋的风 而今天我居然要到 我自己的家里去 我需要拿一本签证 这一点呢 就是反映出来的是什么 就是在阿拉伯人 以及穆斯林的内心当中 国家本质上 这是一个虚无的东西 而这一点呢 也在文化当中是 而伊朗呢 正好抓住了这一点 就是我前面说的 叫伊斯兰的国际主义 而伊斯兰的这个国际主义 今天被很多人所忽视和不了解 伊朗一直都在推崇着这一点 我们往往分析很多问题的时候 总是愿意说 他产了多少钢 他有多少人口 他有多少石油 他出口多少 他的GDP多少 他等等 但是有时候 你在有些地方去算真正的账的时候 这是中国人喜欢算的一个 拿这些东西来衡量 但是伊朗拥有另外一样东西 正是被整个全世界制裁 四十多年没有压垮 不仅没有压垮 而且今天的伊拉克 伊朗说什么就是什么 不管换哪一个总理 美国人打下了伊拉克 让伊拉克民众推翻了这样的一个暴君萨达姆 结果却是伊拉克成为了伊朗的附属国 美国人拿下了塔利班 最后发现了塔利班靠近伊朗的边界的这一块 不仅没有成为威慑和震慑伊朗的边界 而且反倒成为了伊朗渗入到塔利班的一个 伊朗 伊朗渗入到阿富汗的一个有力的一个通道 西里亚的战场 伊朗这样一个国家 深入到整个战场当中 打赢了这一场战争 而今天伊朗已经把大炮推到了 可以射中 以色列的边境的前沿阵地 而以色列作为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的基石 已经被伊朗能够撼动 伊朗周围没有哪个国家和伊朗是关系好的 除了今天的伊拉克 但是它却能发展起来 你如果看它的GDP 你如果看它的等等这些 你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它有的一种精神 这不得不让我们每一个人去研究它 有些人说色列派是这个迷信 有些人说色列派 不管你怎么样的价值不要紧 不重要 你如何批评它都不要紧 但是你不得不正视和 没有办法忽视的是 它的力量越来越大 而且大家可以 我可以给观众们介绍 在美国的纽约 色列派的人数持续地在增长 来自于色列派人所建的清真寺 一个一个拔地而起 他们不是伊拉人 他们是来自于巴基斯坦的 来自于印度的 来自于伊拉克的 来自于叙利亚的 来自于黎巴嫩的 来自于埃及的 来自于各个国家的 包括非洲的 而匈尼派却失去了这一点 匈尼派的人口 经济总量 国家数量 都不太多 政治能量都很大 却没有 却做不到 因为他们失去了一样东西 他们无法将所有的人串联起来 但是什叶派串联了起来 这就是霍梅尼的伊朗伊斯兰革命 胜利的原因 也是他到今天没有办法把他压垮的原因 尽管伊朗现在的这个国家 被我们前面讲到的 什叶派的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 所绑架 所吸收着所有的骨髓 民众生活呢 非常的艰难 但没有破 相比较社会稳定性 甚至比沙特阿拉伯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等等这些富的流优的国家 还要稳定 这是为什么呢 很多人说你看伊朗伊一闹事 马上就推翻了 像这样的事情呢 这件发生了好几次 我和明镜的和平先生呢 每一次发生这些事的时候 我们俩都会沟通 我们俩呢 都会下一个斩钉截铁的一个结论 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为什么没有 真的没有力量去推翻他吗 而是有力量 但是这些力量 无法和伊朗的民众结合起来 今天伊朗的反对又还做不到 美国做不到 英国做不到 周围的所有的这些阿拉伯国家 更做不到 就是因为民众的结合体 它没有把民众变成散沙一盘 今天的伊朗的民众 依旧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有没有反对伊朗政权呢 非常之多 伊朗自己本国的反对派也非常之多 但是你不用担心 他们的反对派不会像普京的反对派一样被暗杀 他们的反对派不会像中国的反对派一样 被彻底的消失 或者是送进监狱 而当今年疫情 伊朗发生疫情的时候 我们大家不得不去正视了一件事 他们首先把监狱里边的很多犯人放出来 而且包括很多的政治犯人 伊朗当然也是一个抓记者的国家 也是一个有酷刑的国家 也是一个被所有人都应该批评的国家 伊朗的糟糕的地方太多 真的太多 腐朽的地方太太多 都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事情 都是我们应该去批评 甚至呢要自己杜绝的事情太多 甚至有些的这种事情的腐朽的程度啊 让你简直是令人发指 在中东地区 在海湾国家 富有的伊朗的人 能简直啊 富有的让你呢 就是不可思议 但是伊朗的穷苦的百姓 那个艰辛的生活 也让很多人不敢侧目 有很多人讲啊 这个伊朗啊 这个国家的很多人愚昧 别这么讲 伊朗这个国家是中东地区目前 教育程度远远高于 所有南岸的阿拉伯国家的国家 伊朗在医疗技术方面 在这一次疫情过程当中 已经展现出了他的医学方面的能力 研究能力和基础科学能力 伊朗并不弱 他根本比不上美国和英国等等 这些想都别想 但是呢 他比其他周围的国家 甚至他比中国不会差 伊朗研制出来的这个测试盒 出口到世界很多的国家 总确率远远高于中国 而且伊朗的医学手术能力 方方面面 是整个中东地区 首屈一指的国家 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比他强 世界上有两个重要的国家呢 是在做什么 做美容 一个国家呢 是我们知道是南海 做点简单的这种美容 还有一个国家 就是伊朗 伊朗人的龙鼻鼠 伊朗人的这个 做这个下巴 做嘴虫 做屁股 做等等这些 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 很多的大明星 想尽一切办法前往伊朗 或者请伊朗的医生的出国 给他们做这个美容手术 伊朗的电影 我可以说完胜 他旁边的印度世界第一的 这个电影制造业 为什么呢 他出一个片子 就可以感动你 而且他每一个片子 基本上都是低成本的 几十万块钱 他拍出来的是艺术 他拍出来的东西 没有什么刻画的 没有什么动画的 没有什么等等这些 他每一个都能打动你 我曾经看过伊朗 很多并不出名的电影 我看完之后 我都觉得这些电影 哪一个都是 中国的最出名的导演的 一百倍 随便拿一个 小鞋子有一部电影 大家去看一看 那才叫艺术 一个电影能够拍成那样 而且是没有多少钱 大家就知道 这个国家文化方面了得 有很多人说 虽然我们对于这个 中东地区伊斯兰国家不感冒 但是呢 对于伊斯兰的这个艺术呢 还是挺喜欢的 没错 很多人都这样告诉我 那么伊斯兰的艺术呢 到底都发源于哪里呢 今天 中国人最喜欢的青花 包括我们知道的 民的青花词 这个青花 就主要来源于波斯 就是今天的伊朗 而伊朗人的绘画 装饰 艺术 诗歌 包括我们知道的世界上 被今天充值为最伟大的诗人 鲁米 就是波斯人 他们的艺术 所展现出来的 不是挂到某一个地方 当你去到那块土地上的时候 跟那里的人民去交流的时候 不管你会不会语言 你从他的举手投足当中 哪怕他穿的衣服很旧 你都能够从他的身上 感受到的是什么 是有一种文明的闪烁 我有认识的很多人 到了伊朗之后 都被震慑而归 无数的人流连汪返鱼呢 当然我们都厌恶什么 伊斯兰革命卫队啊 什么警察啊 军警啊 类似这些 都很厌恶至极 也厌恶他们今天的这种神权统治 但是你没有办法回避的是 他的魅力 他的美食 几乎你到那里去生活的时候 一个人就讲 他愿意永远沉浸在那里 只要那里没有伊斯兰革命卫队和这些神工们 这就是一个伊朗 就在这样的封锁之下 他与世界的交流 没有办法被停止 他今天的这个政权也并非是大家想象的和朝鲜 他也并非像今天的中国的统治者一样 他要在文化信息等等很多方面 要比中国那不知道要沟通 要轻巧到多少倍 文化和思想的自由流动性 而且伊朗也是整个中东地区 全世界来讲 以色列 美国 犹太人最多的这两个国家 第三个就是伊朗 而且这些人拥有着无上的自由权 伊朗是一个禁酒的国家 但是犹太人可以自己酿酒 拜活教徒也可以 都可以有很多的自由的权利 伊朗是一个复杂多元的国家 但到今天为止 最让人惊叹的是 虽然伊朗已经变得狭小 国力经济方面不行 但是他依旧拥有着一种心态 什么心态呢 帝国的心态 这个帝国不是贬义的帝国 这个帝国是因为他拥有的 梦想和他的理想主义色彩 还有他自己的文化本身 积淀下来的东西 能够将伊朗继续的挺下去 这就是伊朗几十年打不倒的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和一些感受 我们现在进入到 看我们哪位朋友愿意 我们聊聊 我们就来聊一聊 有人举手了 Alex 您请 马先生您好 今天讲的内容非常相识 学了很多东西 谢谢你 马先生您刚才讲的 这个什叶派发展 这么迅速 有一点 因为他更本于伊斯兰的教义 他没有国家主义 这个国家主义 你我都知道 这是西方二三百年的事情 这个所以 这个我就想问一下 什叶派 这个失去了国家主义 这个 你说呢 你说苏尼派 他的国家主义 经常跟这个 皇权 王室在一起 所以充满了 腐化 所以这也是 这也是伊斯兰的特色 这是苏尼派的特色 西方他没有这个特色 他是 他是政教分开的 所以呢 从我的看法来说呢 粗浅看法 似乎是 这个 伊斯兰教呢 错过了两辆车 一个车呢 就是民主 几千年的民主 第二个呢 是国家主义 这几百年呢 大家 自由 语言呢 宗教的统一呢 组成国家 这两个都没有 都没有去搭这辆车 这样的话 怎么治理这个人民呢 那可能 就只能用宗教来治理了 那可能 只能出现 伊朗的这种 伊斯兰共和国 这种怪胎 出现那种神棍 你后来抨击的这种东西 我们毕竟看到 这个伊斯兰文明呢 文化博大精深 但是呢 它跟现代 我们所说的 西方的文明 是格格不入的 这个问题 我看来 就跟你讲的也差不多 就是他有些 他错过了这两辆车呢 他中间治理 他怎么治理呢 只能用宗教 还有别的出入吗 你苏尼派 你像沙特阿拉伯 这些王室 他充满了这问题 而失业派呢 他也没法搞 搞了完全的自由选举 他靠原本的 原教旨的这种 这种靠 这种土生土长 这种扩张 而这种扩张的虽然现在呢 是非像你说描述的 一点不错的 扩张迅速 最近这几十年至少 成了失业越弯的 伊朗在后面 又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毕竟是在一个边缘地带 并且就是文明上 跟旁边的文明有很多冲突 我想从一个大的格局来说 你刚才也说 伊朗有个帝国情怀 现在有帝国情怀的文明太多了 美国要great again 再次伟大 中国有中国梦 俄国有俄国梦 我们看到土耳其 有奥特曼梦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似乎是我们的有生之年 就在这种各种梦幻中 都要崛起的冲突中度过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谢谢 我觉得Alex先生呢 这个一下子把整个世界 特别是最后的这个梦想 冲突的这个时代 一下子描述的非常好 老马也有这种感觉 但是呢 有一点就是说 刚才您提到了 关于国家主义和 这个阿拉伯世界 和伊斯兰世界 没有搭上这个车呢 实际上呢 可以这样理解 如果按照社会的进步的角度来讲 国家主义呢 其实是一个 人类早就应该抛弃的东西 欧盟的建立的某种意义上 也是要抛弃国家主义 所以这一点上呢 恐怕您跟我的观点呢 我们有很大的不同 所谓呢 他没有搭上这个车 他是一个这个 叫阿拉伯世界啊 很多国家 他是一个这个 就是说 他是一个落后的 这不是 就是国家主义 或者国家的这种政权化的 这个呢 就今天的这种国家主义形态 是人类的一个祭盘 他并非是一个真实的 一个进步的东西 这个有很多人呢 都是有这样的一些观点 特别社会学家研究 社会进步的很多人 当然他是一个过程 但这个过程 伊斯兰世界走过了吗 伊斯兰世界走过了 国家的这个概念 而今天呢 正是因为伊朗人 没有这种概念 就是他们的很多政策 他们的对外的很多宣传也好 包括自己所实行的 就是没有政策 特别是今天我们说到了 苏埃曼尼有一个旅 叫什么旅呢 叫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圣城旅 他就是一个什么呢 说白了一句话 叫国际纵队 这叫国际纵队 他正好是跨国家化 这一点呢 在伊斯兰的这个文化里面呢 有国家化的这个东西 本身呢 是有很大的这个弊端 他倡导的呢 就是人类呢 就是一个大家庭 人类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互相交流 互相沟通的一个 而故意特赦的一种 现代的边界制度呢 是不被接受的 所以有很多人说啊 说这个 未来比如说 某某某中国如果出现什么问题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人会分裂啊等等 但是从本质上来讲 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 在伊斯兰的文化当中啊 分裂这个词啊 是不存在的 当然现实当中有没有 有 但从他的文化根源的 或者叫他的教义当中来讲的话 他是不存在 所以今天的很多阿拉伯国家 在一战之后 特别是二战之后呢 迅速的一个一个独立起来 一个一个成立起来 每一个国家的边界线呢 大家稍微仔细看一下 都跟切豆腐块样 这是你的 这就是标准的殖民之后的切割 而这种切割的后果是什么 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 一个所谓的国家与国家之间 本身是没有边界的 本身这就是一个群体的 被这种切割 导致了今天 无数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纷争 宗派与宗派之间的纷争 无数的纷争呢 都在阿拉伯世界出现的原因之一呢 就和这个边界有关 就和我前面说到埃及的这位诗人 曾经的一首诗 影唱过的一首诗一样 但是就是一个签证 为什么我要到你那里去 还要需要拿一个护照 还要去获得你的签证 难道你不是我们的一部分吗 难道我不是你的一部分吗 为什么我的从小读到的诗歌 从小读到的历史的史记 从小了解到的所有的东西都告诉我 你我之间是一样的呢 这就是我刚才说那首诗的一个具体的原因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Steven小Q先生 您请 马先生你好 大家好 我先问一个可能稍微有一点挑衅性的问题 但您一定要问完 我绝对没有不自尊重的意思 这个是您本人是不是 实业派的信徒 您您先听我说完 因为我呢是想把这个就是说您说的东西呢 我要做一个可信徒的调整 如果说您说是您是实业派的信徒的话 我要做相的调整 我只是想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我希望不是这个这个对您有任何不尊敬 没有没有 我现在可以给你直接回答 我不是 嗯 哎好好好 那这个我就是说因为我就是说英语里面那个这个叫什么 conflict of interest 虽然就是一个私人问题 我有权给你不回答 但是我可以回答你 哎 哎 哎 好 谢谢你 嗯 我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您说的这个 就是我在逻辑上有一个疑问 就是您说是伊朗的这个文化 嗯 嗯 我非常同意你 因为我们有很多同事还有很多他们来自于伊朗 嗯 他们的那个汉语翻译名字叫系里夫理工大学 那个那个学校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学校 那里出来了很多人才 嗯 嗯 但是呢您会发现就是说 我做一个类比就是说和中国这个地方 嗯 也有很也出了很多人才 我不相信那个地方的人是 就是说是从本质上的是有什么就是缺陷之类的东西 但是你会发现这边土地上的人就配上了这么样一个的一个一个 这么样的一个政治上层建筑吧 我们用这个词 你会发现有一些地方它是合理的 嗯 或者说是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说 它可能是 你不能说它是没有理由的 您是怎么样理解这个现象 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有这么样一个 也有流长的历史 民众也非常非常的聪明 有智慧的这么样一个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样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政府的 嗯 我可以跟你讲讲 这个话其实特别好讲的一句话 哎 您还没有还有问题吗 那没有了 这就是我的问题 好 那我就给您慢慢说 伊朗的这个民众呢 就正如您所说 也是我所见啊 我们俩这点是一致的 非常非常智慧和聪明啊 那么文化也是之强大 可以说呢 在老马个人眼里说完胜阿拉伯文化啊 那阿拉伯文化呢 某种意义上呢 就是说也不咋样啊 就说咱们虽然这个 有很多人都觉得阿拉伯人怎么样 在老马眼里嘛 他的文化方面还真不怎么样 那么为什么会配上这样的一个政府 这有很多的历史的原因和现实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产生的一个冲撞 我前面说过一句话 任何的政治 任何的一个个人 任何的一个国家 当你过度左的时候 一定最后反弹出来的就是过度的右 当你过度右的时候 一定会反弹出来的是过度的左 而这个时候呢 这需要的是民众的智慧 需要的是很多人的智慧 才能够让这个政治呢 变得正常一些 就像今天的美国一样 有很多人说老马经常批评川普 其实错了 老马呢 是对川普的很多这个政策呢 非常支持 但也对很多政策呢 是坚决的不支持 因为什么呢 撕裂一个社会 是一个政治家 是不应该做的一件 任何准备 用任何的语言 任何的行为 准备撕裂一个社会的 这都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应该反对的 就政策而言来讲 川普的很多政策 我挺支持 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就对社会的撕裂的问题 我是非常之反对的 受不了 因为它撕裂的是 我们今天的生活的这个地方 和伊朗一样 当年的巴列维王朝的时期 伊朗的西化的速度和西化的程度 简直让你炸舌 用一句当年的美国驻伊朗的大使的一句话来讲 这位大使非常有名 有一个 他的有一本书 叫德海兰之旅 还是德海兰来信 我忘记了这个名字 大家看一看他写的那个 就告诉了 说今天的整个伊朗的社会 已经出现了极大的一个分裂 而这个分裂呢 是巴列维所无法控制的 这个真正的伊朗的社会呢 实际上呢 已经被霍梅尼远在 巴黎的霍梅尼 以及这些教室呢 真正控制 这也是老马前面讲过的 他的这个神权体系 深入到社会的毛细血管里 那比中国共产党 对中国社会的统治的力量 和对人心的统治的力量 不知道要强多少倍 和艺术和水平高 都多少倍 中共的统治呢 就是拿利益等等这些 拿墙拿棒 拿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来统治 而伊朗的这个神权的统治 那个统治的水平之高 是中共 我觉得他在 在过几千年 也没这水平的这种统治 这个统治和统治之间水平特别大 而伊朗现在所遇到的 这样的一个神权的统治呢 就是因为在我老马肯 七九年之前 过了 过度了 以打着现代的名义 将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与伊朗的历史文化 宗教传统格格不入 这是坚决不可以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当时霍梅尼也曾经讲了 他要把伊朗变成一个符合伊朗文化和宗教色彩的一个现代化国家 而不是巴列维的那种重重的西方的国家 巴列维为什么那样做也有原因 1953年的时候 当时的伊朗的总理 别被称之为首相了 不叫总理了 首相呢 就是一个正正常常让这个国家再往前进的 并且得到了伊朗的世俗派 得到了伊朗的宗教界各个方面的一些支持 而就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因为做了一件事情 将英国的国家石油公司所控制的伊朗的资源收归了国有 这就是被著名的CIA联合英国的军情六处 一起把这位摩萨台一起推翻的 这位总理 这位首相推翻的一件事 而这个事件之后就是巴列维时期出现了重大的一个政治危机 他为了能够把这条路走下去走到黑 他就彻底的来了一次西化 但是最后把自己给走完了 把伊朗彻底的给断送了 这就是老马前面说的这个话 所以您刚才提到这个问题非常有水平 非常非常之重要 那么伊朗今天的这个方向呢 势必呢会出问题 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艰难控苦的条件之下 伊朗依旧越来越强大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去考虑的问题 他除了这些之外 还来源于哪里呢 还来源于什么呢 你找不到别的东西 你说有些人说中国对伊朗的支持 我可以说伊朗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伊朗人利用中国的比例 比中国有能力利用伊朗的比例要大 不知道多少倍 中国的外交智慧和政治智慧远远不及伊朗人 差之不是一个好理的概念 差得太远太远 那个东西真是需要很多文化 积淀之后才能够有的东西 我看到Alex 吴先生是不是刚才提过了 是不是没放下手啊 有请黄先生吧 我们先让第一次有问题的人 来先说 黄先生您请 谢谢马先生 我想接到你刚才那句话 因为我的中国情节太重 我一直有一个比较我不明白 比如说伊朗79年以后 这四十多年是你刚才讲的 他的宗教高压是超过中国的 那么中国经过毛泽东的三十年 那种高压到 然后七八年以后 邓夏平上台 四十多年 他的路线 最后十年 我比较想在美国的伊朗人和中国人 伊朗我知道有一批大师级的 伟大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 中国人 大陆中国人 这七十年 连一个也没有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大数学家和大物理学家都承认的 但是国民党世界不一样 对吧 对 我不知道 我不明白是为什么 我给您这样说 您刚才说了一个词叫高压 你说中共也是高压 伊朗也是高压 首先我可以给您这样负责任的讲 如果比起中共的高压来讲 今天的伊朗算低 您能理解我的话吧 不理解 我们为什么 他无趣不在神传 我现在无法自私 我自私了 我看见那红 伊朗的文化在霍梅尼执政 一直到今天为止 没有被所谓的窒息了 也没有被所谓的阉割了 伊朗的文化方方面面 依旧在蓬勃发展 但是呢 他发展的舒服不舒服 和完全自由不自由呢 肯定有影响 但是他要比起和中国来比较的话 那中国对于文化和思想的阉割呢 那是彻底的 而伊朗呢 最多呢 就是在门口吓唬吓唬 所以说有很多人说 把伊朗想象成朝鲜 其实不是 伊朗的开放程度 和伊朗到今天为止 文化交流 对外输出 对外交流等等 远远比中国强得多 学术自由 要比中国强 不知道多少倍 虽然他有一个神权 但他这个神权 从不干涉什么 干涉科学 伊朗是最早全世界 容许做什么呢 做变性手术的国家 并且政府出钱 因为如果你觉得你是男的 而你身体呢 外面这是个你的 你想变成男的 伊朗是被容许的 伊朗有很多东西呢 是被外界宣传和误导 把大家呢 带到沟里去了 因为战争的需要 因为要制裁的需要 因为等等政治的需要 把个伊朗说的呢 就和一个什么 魔鬼一模一样 而实际上伊朗并非如此 并非 明白了 嗯 假媒体丑合他们了 也不能说假媒体 的确他们也做了一些 很恶心的事 但是把这些事 无限的放大 无限的聚焦呢 导致给全世界很多人的 有一个印象 伊朗和朝鲜一样 而实际上呢 我就可以负责任的讲 伊朗比沙特阿拉伯开放 伊朗比我们知道的什么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呀 等等这些 大家觉得是沙漠的王子 富的流油的国家 不知道要好多少倍 不知道在文化和政治方面 要自由多少倍 伊朗你可以去指控和 这个指责总统 伊朗人有选票 伊朗人有权力投反对票 伊朗人真是有权力上街游行 而且是反对派上街游行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不像是在你听说过 沙特阿拉伯游过行吗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游过行吗 还是在等等这些 什么富的流油的很多中国人 非常羡慕的国家 游过行呢 没有 中国你敢吗 你也不敢 但是在伊朗这些都是 非常非常开放的 特别我给观众们 要推荐的是伊朗的电影 凡是您看到伊朗 有伊朗的电影 你一定要打开看 它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它一定会触动你 这就是一个 以波斯文化的这种穿透力 它通过各式各样的方法 能够击碎你 征服你 这是老马的一个感触 当然不一定能够征服黄先生 好的我们有请古德里安先生 马先生今天的这个讲演 很有启发意义 我相信这个伟大领袖 已经在考虑引伊朗 百万保战知识 加入保护印度的洪流当中了 请教一下马先生 就是说巴基斯坦的穆斯林 它主要是哪一个派别 还有印度的穆斯林 主要是它的派别成分 或者是它的比例 今天我们主要讲伊朗 当然您提到巴基斯坦 我就顺口回答您的问题 巴基斯坦的穆斯林的比例是这样 绝大多数依旧是匈尼派 但是也有30%多是什叶派 而且在近些年来 什叶派的人数不断的在增加 因为刚才已经讲过了 什叶派的人数 社会基础 包括它的宗教团体的 社会毛细血管的深入 以及它有一个教团 它就会变成一个商业的 教学科学的教育的 方方面面的 各种包括医疗的 他们都会建立一个社区 所以它的这种发展速度 和发展之后的成果 是非常巨大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像我们所了解到的 整个的巴基斯坦的北部 也就是知道的伊斯兰堡 伊斯兰堡靠近中国边境 一直深入到克什米尔地区的 绝大多数都是什叶派 包括我们知道伊朗的伊斯兰革命 的成功者 也是指挥者的霍梅尼 本人就是来自于克什米尔地区 今天的硬控克什米尔地区 所以那个地区的什叶派都非常之多 再就是靠近伊朗边界的 这些什叶派也是人数非常之多 中国也有一些民族也是什叶派 包括我们知道的塔吉克人 那么就在宏奇拉普山口 附近有一个塔吉克族资质县 这个县也是什叶派 是主导的 这样唯一的一个什叶派的 一个民族的一个 在中国境内的一个群体 接下来我们可请Jerry木 是我是 你好 我这头一次参加您这个Zoom Meeting 很感兴趣 也很喜欢听您关于伊斯兰教 穆斯林西亚这些讲解 就是很受启发 关于伊朗实际上我是非常有兴趣的 因为我这个岁数可能也稍微大一点 因为对1979年以前的伊朗 我当时还很小 是还有那么一点了解 我说到伊朗 我感觉我首先来那么一个 用那么一个感赞词 我觉得我对伊朗非常的可惜 我记得79年以前的伊朗相当强大 那中国当时就是说根本就 就像您刚才说 中国跟伊朗比 真的那当时就更没法比了 我记得在1974年是73年亚运会的时候 伊朗举行亚运会 当时伊朗拿了这个金牌总数是第二 那是真是扬眉吐气 当时伊朗 就是说包括伊朗那时候到中国说 我们伊朗嗑嗑都建油 就是持油很多 就是相当的发达 那就是根本就 包括您刚才介绍说伊朗的 比如说什么电影 我觉得这好像就是一个 因为当时伊朗很发达 就是那么一种延伸 就是说我不认为现在伊朗 但是我感觉当时应该伊朗是非常发达 所以说刚才听了您介绍 就说伊朗为什么从一个这么发达的一个社会 最后走到现在 我只能用可惜那么一个词来形容 就这个东西 还有一个我觉得 这个伊朗跟中国 我觉得真是特别像 刚才您讲的 但是伊朗它意思是要中国 它也是中共统治 都有那个宗教的意味 我不知道对双方是谁学谁 但是对于老百姓的统治很像 但是您刚才说这个伊朗 因为从民族方面来讲 好像比中国就更好一点 我这个同意 我想今天为什么打电话说这个事 我就感觉你看那个香港问题 我觉得中国有点像伊朗去取经 为什么呢 因为伊朗当时这个选举 我觉得是很有独特性的 它不像西方 因为西方是不分 你只要是符合法律 我就可以同意 伊朗首先是吧 你得符合我这个标准 伊斯兰教法 反正这种标准 你不符合我就给你DQ出去 所以说你看每年伊朗 包括你看鲁哈尼 为什么当选的 因为他符合伊斯兰教 但伊朗其实有很多温和派这些 但都被伊朗政府DQ掉 你根本没有资格去参选 所以说他的反对派 很多他的那些反对派 或者符合欧洲那种标准的 都不预计你去参选 这个我感觉这个我不知道 我说的对不对啊 我是体会的 我觉得伊朗这个选举实际上 是这么一个非常special的 那么一个选举制度 中国现在怎么样 中国的香港现在也是这样的 你看他现在国安法出台了以后 我就要符合 因为不符合我的民族 我可以递给我出去 包括什么黄之锋这个人 我估计将来都不符合这个选举 所以我觉得 中国可能会把将来香港 说你刚才讲话 您说伊朗有选举权 对伊朗 伊朗可以游行 但实际上他的游行 镇压的也很厉害 但是他有游行 所以我感觉呀 中国是不是想把香港这个制度 是照抄伊朗那种制度 那么一个 这是我理解 我不知道您同意不同意 这么一点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我在撂电话之前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我不是人种问题 但是我有时候感觉很奇怪 伊朗人 我感觉一般人 咱们包括在北美 见到的伊朗人 都是就比较黑 就是白人了 晒得比较黑 可是我看伊朗的 包括他那个霍梅尼 您刚才可能说的霍梅尼 他是来自于克什米尔 可能因为他 还有什么像哈梅内伊 就是很白 所以我就觉得 他这个人种上 他们这个伊朗是不是也存在着 这个两种人种 我就想问你 那么一个问题 好 这个很简单的 两个问题 首先呢 关于这个 中共学伊朗的这个呢 我不认可 中共现在是伟大领袖 用这个谁的话 古德里安先生的话 已经伟大到了这个 可以统治宇宙的 这样的一个程度 那他怎么可能会学别人呢 他一切都要制度自信 一切都要自己自信 那肯定是按照自己心理 咋想就咋来的 当然目前看来呢 他也并不是一个真正的 有什么章法的 想到哪来到哪的 这种情况比较多一点 也就是政法治国延续到香港 那么伊朗的这个政治制度方面呢 您刚才说的一点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也是对我的一个 极大的一个补充和提示啊 那么就您说到了 关于伊朗的反对派方面 参与政治的 伊朗有反对派 现在的伊朗的反对派呢 也是自己内部的反对派 也就被称之为什么呢 是伊斯兰革命之后 霍美尼手下的 同一帮人之间的反对派 与这个之间的一个执政派 之间的执政党 或者和反对党之间的一个关系 不过伊朗有几样东西呢 是中国政治上无法起齐的 伊朗的民众有选票 这是第一点 而且选票呢 还真是有作用 其二呢 是伊朗的议会的权力呢 真的很大 议会的权力呢 是可以和美国的议会相比较的 每一个议员的能力 都是非常大的 伊朗不是大家认为的 啥事都霍美尼最后说了算 不是这样 不是就 哈梅内伊最后说了算 不是的 哈梅内伊能够说了算的事情呢 只有几样 就是对最后的总统的确认权 以及总统是否违宪 或者是议会是否违宪 等等这些 就是哈梅内伊 其实就是最高法院的院长 是这样一个宗教法院 也是国家伊斯兰革命 胜利成果的保护者 是这样一个 就是最高宪法法院院长 这样一个角度 他一个人说了也不算 还要什么呢 还要其他的几位人士呢 一起来投票决定 他呢 只是院长的职位 有权力号召开会 有权力号召呢 就某个问题呢 来进行讨论 只不过是这样的一个宪法权利 当然具体的呢 因为他就是最高的 所以呢 大家往往觉得 可能他一人说了算 实际上他一人说了不算 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 这是一点 二一点呢 关于民族方面的问题 包括您看到的肤色等等这问题 您关注的特别仔细 伊朗人啊 大家知道二战时期希特勒 曾经有一个研究工程 叫什么呢 叫亚利安人的这个研究工程 认为亚利安人呢 是从哪里来的呢 包括今天前面我们讲到的 伊核协议当中的六方会谈当中 还有另外一个除了五大常任理事国之外 还有一个国家是德国 德国与伊朗 不管是在一战 一战之前 二战 包括二战之后 一直到今天 关系都特别的特殊 他们是一个民族 他们是一个种族 亚利安人 这是一个点 关于您看到有些比较黑的人啊 等等这些 有突厥人 还有什么呢 还有当年的匈奴人 还有一些呢 和中国人长得一模一样 你说我到伊朗去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把我当这个 外国人 当然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认为呢 因为我穿伊朗人的衣服 那么他们就看我们呢 就像是什么呢 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阿富汗的 或者来自于伊朗靠近阿富汗边境地区的人 他们都是这样 他们也就直接说波斯语 也不会跟你讲什么外语什么的什么 等等这些 而且你在伊朗会看到很多和你长得一样的 和古德里安先生长得一样的 他本身刚才我提了一个词叫帝国 帝国的特点呢 就是如此 你就像你现在走在英国 很多人说英国现在被什么黑人占领了 英国人被什么什么穆斯林占领 英国人被阿拉伯人占领了 其实这些说法呢 都是非常这个不了解英国的历史 作为一个帝国 他势必的必须要付出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帝国的中央 未来一定会变成一个大杂烩 美国也是如此 因为你是一个帝国 你就拥有全世界 那么全世界的人都要来 都会慢慢的扎根在这里 伊朗也曾经是 就是这样一个奇特的一件事情 没有什么奇怪的 那么所以呢 伊朗你会看到有黑黑的人 包括有黑人 伊朗也还有黑人 靠近这个波斯湾南部的 比如说我们知道阿巴斯啊地区 还有黑人 他们叫黑阿拉伯人 也有很多黑阿拉伯人在那里居住 还有这个普什图人 各式各样的民族都有 库尔德人 阿拉伯人 还有这个北方靠近离海沿岸的 我们知道的阿塞拜疆人 还有一部分这个 这个格鲁吉亚人 都有亚美尼亚族 还有犹太人 就是和美国你看到的犹太人 红头发黄头发 一模一样 就是这样很正常 帝国必然的结果一定是如此 谢谢我们的穆先生 Jerry穆先生 接下来我们有请 我们的陆里先生 陆里先生您请 哎呀 老马 你不要光穿 换一个服装 人家就把你当什么人呢 哎呀 老爷子看你的鼻子 哎呀 就说你 你是大大 哎呀 这个 这胡说八道了 OK 但是 你说了 有许多是对 德国人要 希特勒要追踪 那个亚利安人 一路追 哎呀 追到土耳其伊朗 还追到西藏 对没错 有这样的一个传说 但是没有历史考证 嗯 OK 传说也是很美丽的传说 对不对 我就说有些 那我 我不能说低 说低 别的人 Color is skindy 有的人不要光松 表现上 看你的 皮肤的颜色是 深还是浅 看你的鼻子 是高还是低 看你的 弟弟是 是大还是小 这个 哎 啊 好了好了好了 不说了不说了 又多说的话 让其他网友好多举手 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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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哎 今天 你老马把我们的 古德里安 先生请出来 哎呀 面子好大 面子 大 哈哈 谢谢 谢谢路里先生 非常感谢啊 路里先生的提问 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这位是 喂 喂 您请 您可以打开话筒吗 打开 哎 你好 马先生 你好 非常精彩的一个一个讲座 啊 我我就是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 这个 呃 伊朗我们知道有个叫中东地区有个十月派的新月地带 呃 从伊朗 伊拉克 叙利亚到黎巴嫩的珍珠党 然后转了一下一个半湖形 到巴林 然后再到野门的胡塞武装呃控制的地区 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在叙利亚发生内战期间 这个阿萨德总统他这个掌握的这个是少数的阿拉维派 那么的他的人口在叙利亚跟这个叙利派的这个穆斯林来比 那是占少数的阿少数 但是他现在控制的大概呃 全国已经有百分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土地呃 已经拿回来了 在伊朗的帮助下在俄罗斯的帮助下 那么现在我就是有个问题想问你 因为土耳其现在在背后也支持他这个呃 呃 反政府的武装 大部分都是叙利派的人呃这个人口 那么我就想在未来这个这个叙利亚的呃 形势的发展会是怎么样 因为现在毕竟呃 阿萨德总统的背后是这个伊朗支持俄罗斯支持 那么的叙利派这个反对派武装背后是土耳其支持 还有一些西方国家在后面暗暗的支持 还有可能有萨特阿拉伯啊 就是叙利派这些国家 那么你您能不能预测一下将来 呃这未来这个形势的发展会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现在也看到在利比亚这个在土耳其介入之后 你看这个形势一下就逆转过来的对吧 那么我就对这个非常感兴趣 我因为这几年叙利亚叙利亚的内战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内战的发展 那么到现在为止可以说基本上安定下来的 但是还是有一些小小的战斗在这个反对派武装和政府武装之间进行 我就是有这个这样一个问题想请教您 我觉得您啊已经可以说刚才通过您自己的这个问题呢 已经把很多话题呢已经解答了 首先呢您对于叙利亚问题的了解程度之深 还有刚才您提到的利比亚的战场 在很多的华人当中呢 这些事呢似乎是钻不进他们的眼睛里 甚至刚才您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关于两个阵营啊 什么巴列维派啊 那么是谁来支持啊 包括这个自由中也就是叙利亚的反对派 在尤华拉底和东岸又是由谁来支持等等 我给一个这样的一个回答 这个回答其实我是在去年呢就已经回答过 那如果有感性的朋友呢 可以在马上新闻呢可以搜索到 我谈叙利亚的问题呢 我曾经斩钉截铁的说过一句话 这个话呢是当时的美国总统 那么准备在叙利亚撤军的时候 那一段时间我所讲 大概的内容呢和我的预测呢是这样 叙利亚呢必然会分裂成最少两到三个国家 其中有一个国家呢就会建立在 以优法拉底河和靠近土耳其地区的汹尼派来建立 这一个国家的建立必须符合土耳其的主要意志 那就是将优法拉底河东岸的库尔德人 尽数的呢赶入到今天的伊拉克的库尔德的自治区里 不能够在叙利亚再有一批库尔德人 同时优法拉底河有匈尼派的武装和未来的一个国家建立呢 有利的可以打击或者是可以说直接切断 您刚才所提到的什叶派的新月地带 就是从右方就是从低中汉一直呢 一口气呢一直延续到伊拉 那么如何打开这个缺口呢 本质上来讲的话 上一次的伊拉克 老马老马 还有呢 阿拉威 这个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了 阿拉威派有没有地位啊 有有有 一会儿给您讲 您先得静音了 您打断我了 还有就是什么呢 那么除了把这个什叶派新月地带呢 彻彻底底的要切断 这就是当年我们现在知道的 ISIS的成立 甚至ISIS突然之间 一夜之间成为了一个横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 这样的一个国度的一个势力大得不得了的一个国家 并且这帮武装分子曾经能够一举拿下巴格达 只让全世界都哗然 大家我要也提出一个问题 谁可能会一夜之间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国家呢 如果没有主要的国家支持 或者没有一个强力的支持的话 怎么可能在那个沙漠里会冒出这样的一股武装分子呢 这是一个可以说21世纪的第二个时间里 世界上最离奇的一件事情 所以老马对于 ISIS这个国家的成立呢 一直有一个深深的疑问 这个国家很成立的呢 突然之间如金雷一般的出现 也突然之间呢 烟旗息鼓就在送间就不见了 就这两个点就可以告诉我们一个 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一个国家 这个组织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很清晰的看到 就是为了切断由伊朗 伊拉克 叙利亚 以及黎巴嫩的珍珠党 所控制的 黎巴嫩 整个的新月地带 彻底的把它切割 一定是沙特阿拉伯等等这些国家 而叙利亚现在未来的分裂是必然 优法拉底河不仅仅肩负着一个切断 石叶派新月地带 也就是您刚才说的西方国家的支持 还有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支持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 土耳其对此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的原因是 优法拉底河东岸有一个石油的管道 是目前可以绕过波斯湾 霍姆兹海峡 可以通往地中海 对于整个欧洲 对于整个世界来讲 波斯湾的石油可以包括伊拉克的 包括叙利亚的腹地的石油基地 和伊拉克边境地区的新发现的石油板块的石油 以及我们知道的科威特的石油 包括沙特拉伯靠近波斯湾地区未来的石油 都有可能经过此个管线进入到 土耳其的靠近地中海的这样的一个口岸 这一点是利益 这一点也是政治 这一点也是宗教 这一点也是民族 我们刚才这位先生的这个问题的水平之高啊 可以说包括他自己所问到的这些点呢 都让老马觉得呢 乍舍您绝对是一个非常有研究的 甚至对这些问题的长期观察 因为这些问题是非常偏的问题 很少有人真正去关心这些问题 真正关心这些问题的人就可以得到一个答案 为什么老马经常说啊 这个中东地区你要注意和关心他 因为你了解了他 你就能够解开在华盛顿的秘密 你就可以解开在北京的秘密 你就可以明白什么才叫真正的地缘 什么叫黑金石油与美元的关系 什么叫做永远绕不开的地缘政治的核心点 中东地区这几点东西都聚集在那里 你也可以理解二战之后的世界的秩序 冤河就在中东地区被停下来 前面有很多朋友讲到关于国家的概念等等 当你把中东的历史了解清楚 你就会明白今天的二战的秩序 冤河走到今天有无数的挑战者的出现 他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这也是可以进入到我们未来讨论和思考的一个话题 谢谢我们这位先生非常荣幸能够与您交流 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您还有吗 谢谢马先生非常精辟的分析 因为我平时的工作是搞这个研究的 科学研究是搞农业的 但是我平时也比较关注这个国际新闻 那么您生活在这个北半球 我现在是工作在南半球 我们这个跨度很大 我现在是下午大概接近下午四点了 但是非常喜欢您的节目 尤其知道您的背景 可能是学习过这个 叫做我们国内的大学是 叫类似于民主大学那一类的 是吧 学这个 在一个可能跟您的本人的背景也有关系 那么就像您说的 这个各派之间 这些纷争啊 在各个国家之间这个纷争 其实和这个利益关系是很大的 你看利比亚现在 我平时有关注一下利比亚最近的内战 我觉得很有很有意思 你看这个两大派别之间 一个在这个 他这个政府之间 还有一个在他的国民军后面 不同的国家 埃及支持国民军 这个俄罗斯 支持国民军 然后在这个 他现在的 单权的 政府后面是土耳其 然后还有 是不是还有卡塔尔 你看 您看他现在这个 叙利派国家之间 他也也有 也有各自的利益 在这个 我给你讲 这里边最有趣的是什么事呢 最有趣的事是什么呢 叙利亚也站在国民军的背后 对 我听说了 但是国民军呢 就是打兵这一场战 哈佛塔尔呢 就是无法胜利 这个原因啊 你去哪 你去马上新闻搜索 我就专门讲过 专门讲过利比亚的 大概我讲了五集 有一个系列集 您可以从头到尾 有空的话可以听 好 我回去要花时间去听一点 谢谢马先生 谢谢您 有时间再向您请教 多参与您的节目 我们来交流就好 多参与您的节目 谢谢 好的 接下来我们有请 Alex Wu先生 Alex Wu先生您请 谢谢马先生 让我再回来哈 我想我们刚才 第一轮对话的时候 我们俩 这个请教您的时候 我们俩共识 就是这些 帝国的梦的兴起啊 这些梦呢 实际上都是冲突 实际上 本质上是文明的冲突啊 我想你是认同的 我 我就 我想咱们对国家主义呢 对它的事实呢 是没有分歧的啊 只是 观点的角度不一样啊 不管怎么样 这个有句话说 这个观念是美好的 历史残酷的啊 现在 世界上任何一寸土地呢 都在 所谓的主权国家下啊 所以呢 这个 伊斯兰 特别是 什叶派的这种 这种 像你说的 国际主义啊 或者是 它是国家啊 像你刚才说 ISO这个国家 它实际上就 跟它的教育 卡利法是完全一致的啊 这是他们 教育所决定的 这样的话 必定 跟 主权国家 发生冲突 不管是那个国家 对吧 这样的话会不会有 这种冲突 是一定会有的吧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还是回到 政治上的民主 虽然说 我们知道 这个 伊朗的民主化呢 比中国要强得多 不是同日而语的 但是它毕竟 跟西方的不一样 因为它自己呢 伊朗是 伊斯兰共和国 它又是共和国 又是伊斯兰 所以 它毕竟是有冲突 我想问一下 一个伊朗人 他本身 大家 从 他习惯 他愿意接受 79年 这种 以后的 这种 这种 好像听到 你也有些抨击啊 称他一神棍 统治 这种统治 对他有没有意见 有没有改动 这是 还有呢 什叶派 最近 发展 迅速 有没有 跟这个 美国 把 这个伊拉克 打掉 把这个 伊拉克 似乎是 西亚人 比较多 但是苏尼 一直传统的呢 就掌权的 把他的掌权 只是巴尔政党 打下了以后呢 西亚迅速 扩张 有关系 还有我就 还有一点呢 我想你也是 一定同意的 什叶派呢 它是历史上呢 是受底层民众 受欺压的 受统治的 它现在的迅速 这个崛起 像你刚才几次描述 像很快就会生长出来 那对当地的人会有冲击的吧 对他的实业派 苏女派 会不会有冲击 这种冲突 我想也在我们所说的这些战争的后面吧 你是 归根到底呢 最重要的 你是觉得伊斯兰的文明 它往前怎么走 它如果不走国家主义 它又不能靠卡利法 因为卡利法这个威胁性 对国家 别的国家威胁太大 它不走民主 不走国家的话 它怎么会强盛呢 它怎么会避免跟别的文明的冲突呢 还有自己这个文明中两个教派 长达千年的冲突呢 想问一下马先生的看法 好的 我就给您简单的回答一下 首先呢 您提到的第一个是政治与民主的问题 您认为呢 他的这个民主呢 似乎呢 和世界其他的不一样 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是呢 您首先假定呢 是就是他的民主 或者西方的是正确的 或者他的是不正确的 所以这一点呢 我们从学术的角度来讲呢 这种假设呢 是不合适的 首先呢 包括西方的民主 每个国家也不一样 美国的民主 和英国的不一样 英国和法国也不一样 法国和德国也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不能够因为 它和某一个不一样 就说的它不对 就是伊朗的这个民主 在研究民主社会和 伊斯兰社会的进步的过程当中 特别是民主化的过程当中来讲的话 很多人称之为呢 是最适合伊朗的民主 有一句话是 中共很多话呢 我们都是经常在批评的 包括我们知道 中共的这个 所谓的自己的这个的 自己的那个 但是有一句话 人家说的没错 是什么呢 得有中国特色 中国民众特色和中国文化特色 当然他们没有说中国文化特色 那么伊朗的这个民主 某种意义上呢 真的是符合了 从1979年那个时期 甚至我可以说 到今天为止 40年间 伊朗社会的需要 而这个民主呢 虽然它呢 不是我们看到的全民主 我觉得中共习近平讲的 这个全民主 但是它的这个民主的成分 和民主的这个比例来讲的话 如果能够这样说的话 当然这样说也是很不学术的 很不规范的 被很多学政治学的人都会批评我 我们就做一个比较 一个假设的这种比较来讲的话 它和西方的没有什么区别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就从它的架构设置来讲 它的最高哈里夫 最高的这个教权组织 它就是一个最高法院的设置 没有什么不同 而且呢 它的这个选举还是多党制 也不是一个党 也不是没有反对派的 它是有反对派的 而且真的是在其他方面 但是就是它的民众基础不够 这是一个事实 这也是一个事实 伊朗人呢 是在外部越压 几千年来 伊朗人呢 曾经成立过波斯帝国 很厉害 它的厉害 最多的是在文化方面厉害 但它在军事上呢 也曾经被亚历山大呢 征服过 那么可以说呢 亚历山大征服之后呢 可以说没有哪个文明能够征服它 包括伊斯兰文明也没有说用武力能够征服 波斯人 虽然说打过仗 但是呢 后期呢 是文化之间的接受和文化之间的征服 互相之间的 而且还要给观众朋友们就在这里讲一句什么 波斯人对伊斯兰文化的发挥 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阿拉伯人 也就是说呢 伊斯兰在整个的扩展全世界 向全世界传播过程当中 波斯人发挥的力量 被很多人称之为远远大于阿拉伯人 从民族和人种上来讲 为什么呢 这就是里边的一个道德和原因 包括伊斯兰的艺术 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个基督教艺术啊 伊斯兰艺术啊 或者等等很多种艺术 亚利安艺术啊 或者是我们知道的北美的一些艺术等等 都有 但是在艺术方面 他们也做的是非常好 所以就民主问题 我们回过头来讲的话 您的那种假设呢 不能成立 比如说他不像西方的 他就是不对的 这个话是不对的 当然学术上也好 和现实当中都是不好 关于您刚才讲到的教派的冲突方面 其实呢 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冲突 就用如果按照宗教比较学 恰好我就是学宗教比较学的 那么从宗教比较学来讲 他们之间的真实的冲突 如果你要去拿其他的宗教去比较的话 你会发现他们的冲突啊 几乎没有 他们在认真认神的这一面上 没有奇异 他们在认这个圣贤的上面 也没有奇异 他们在认天地人文 方方面面都没有奇异 他们只在什么呢 后面的接班人方面有奇异 他们在经书上也没有奇异 很多的教派在经书的章节上有奇异 所以就这个冲突来讲的话 如果说逊尼派和什叶派有冲突的话 前面已经说过叫政治上的一个起见 在宗教内部没有什么区别 他们念的是同一本一模一样的经 有些人说呢 诗叶派的个别地方好像有不同 是有个别的词汇和个别的版本不同 但是绝大多数的版本都是一样的 这是因为呢 因为今天的现代的排版技术呢 也就是时间不长而已 当然也有一些人说历史上呢 曾经略微有点不同 但是后期呢都被伊朗所改正 所以呢 在这种区别上 如果说是与其他的教派来比较 或其他的宗教进行宗教比较 学比较的话 就被称之为 这就不是一个冲突 那么在教法方面的约束方面呢 其实呢是根据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人文 不同的地理 不同的纬度 精度 有时候呢会有不同 所以呢 这个里边呢 从这方面来讲 冲突不大 关于伊斯兰社会 未来会走向哪个方向 或者他们会如何去发展 这个话题呢太大 我们没法给人家设计 我们呢 也没有办法 我本人也没有这个能力呢 去解答这个问题 或者是给出一种假设 你像刚才叙利亚的 因为我们能看出他的端倚 所以很敢说一说 像这样一个宏大的话题呢 是我 没办法说 也没这个能耐说 谢谢您 接下来 我看到陆磊先生又举起了手 陆磊先生您请 哎呀老马 你是宗教比较学的 哎呀 给我开脑洞了 对不对 我在美国那么多年 我就知道 文学比较学 政治比较学 我还没学到你那个高的 对不对 我们这是个小片门 没人学的东西都是 天门之前小玉总比大玉总也 之前 这咋不得不谈钱 但是刚才我们一点 这一说话 南半球的那位先生 马上冲下来来拍马 对不对 我在北半球的也在拍马 世界大同 多好啊 这真的是 如果真正 如果能够传播 不能说启蒙 一说启蒙 有许多朋友都说 我不用你来启蒙啊 我来启蒙你啊 哎呀好了 不说了不说了 就说到此为止了 OK 马先生 好谢谢 谢谢陆先生 非常感谢您 我们接下来我们有请Jerry 您请 那个我 我左是根据您刚才那个 说的那个东西 我又有一点那个 就是说不同的意见在哪呢 好 不同意见好 对 您刚才说这个 就是伊朗的选举啊 您说他这个 刚才说这个不同于西方的选举啊 您说这个也是 好像是那个 也是就是情有可原的 好像是有点那个意思 但是我就不是很同意 你看每年啊 每一次到伊朗选举的时候啊 那个你看看他那个伊朗 那个反对派被打压啊 我指的是他是正式的反对派 而不是说他现在有选举资格的 内部的选举派 那那那那有选举资格的 那选举派就好像啊 我给你举例就好像 比如中国共产党内部派别之间的 这个选举是就好像他就是说 那帮那个有选举权那些人 他们有一个这个就是反对派 和那个被和那个这个这个派 但实际上真正的伊朗反对派 被打压的相当相当厉害 所以说我不承认伊朗这种选举 是真正的选举 这个是我还有一个刚才我 我说的是就是您说那个 就是我说这个中国大陆像伊朗学 这个我我我倒不是 我指的是中国是不是希望 把香港也变成像伊朗那种选举 就是说嘛呢 你的反对派 我给你第一个 我连资格都不给你 我给你的就那些建制派 你们将来这个这个 能够有个选举 就像伊朗内部的那个 现在有选举权这个这个这一部分 所以说这个我我主要是 对于那您刚才说 为什么说他跟西方不一样 就是说因为他把那个大量大量的 那些那的那些的他认为不够资格的人 都被排除在外 这是伊朗选举 我觉得是假选举的一个原因 这是我认为的 这是一个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 我想问 就您刚才说伊朗的各个派别之间 好像斗争的并不 不是 就说他们分别并不大 可是呢 他们这个互相打的可是相当的厉害 我感觉你说基督教里的天祖教啊 什么现在的新教啊 包括东正教没这么 我没看见这么这么这么厉害 包括佛教啊 什么大乘这么小乘 我也没看见闹得这么厉害 你就看看举例 包括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的什叶派和逊尼派两边 打的每年死多少人 在双方冲突的里边 伊拉克逊尼派和什叶派 他们之间打的多么多么的激烈 那我可以这么说是 你死我活的那种程度 所以说我就是说有那么一个问题 就说虽然教义不同 我们的教义可能不大 但是他们之间斗争相当相当激烈 这个我就我就想说的这个 首先呢 我给你回答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冲突 他们有没有本质的冲突 你所看到的这些冲突呢 绝大多数呢 是和政治有关的 和利益有关的 这种冲突呢 你要把它去说的话 那每一个案例呢 都能可以讲出来一大堆事情 所以呢 您的这个呢是不成立的 这是第一点 我们可能谈论的不是同一个话题 我说的是我们刚才谈的是 政治方面的一个问题 和宗教方面的一个问题 这是两个问题 其二呢 关于您刚才说的 伊朗的反对派的问题 被持续打压 甚至不容许他们选举 或者是注册选举的这个话题呢 我可以负责任的给您讲 也许您是看到了 或者是有什么类似的这样的情况 我呢是还真没有看到 有没有打压这个反对派去这个准备 就是说我要报名去选举 而被打压掉的这个情况呢 有 的确有 我们也见过报道 而且呢 我也曾经的专门的呢 和伊朗的一些反对派人士呢 进行过一些沟通 的确有这种情况 他们自己的也有所指控 但是像您说的好像打得很惨啊 类似这些情况呢 我也没有听到反对派 曾经这样对我说过 当然这可能是我不了解的一个原因吧 关于就是说 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一个斗争啊 说有多么激烈的 这个情况呢 还是刚才那句话 他们很多的这个争锋啊 是与宗教没有关系 教义的关系不大 都是和政治 这些是有冲突的 那么特别是地方的利益 等等这些是比较大的 这不仅仅是包含在 呃 逊尼派和什叶派 就什叶派内部也是如此 逊尼派内部也是如此 都是一样的 别人有的矛盾 伊朗人也会有 什叶派也会有 别人有的善良 伊朗人也有 什叶派也有 这是一个这样的事 他们呢 首先呢都是人啊 他们都无法逃脱一些 人类都有的一些问题 当然 他们也都有和人类一样的追求 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看清楚 不必把它的一些坏的事情 我们不要把它缩小 但是我们也不要把它扩大 我们能够客观的 让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观众 能够通过我们的这种交流和对话呢 有一个认识一个更加稍微多元一点的伊朗 可能对我们呢 很多疑问呢就会解释 今天的主要的核心点呢 就是解释一个 为什么如此被打压的一个伊朗 依然能够如此的诚实 这个总统会站出来说 网友2500万的国民被感染 还会有3000到3500万的国民被感染 难道如果一个极权的国家 一个信息封闭的国家 他们的卫生部长得病之后会发推特吗 或者说我们获得的无数的信息 为什么伊朗好像都被描述成和朝鲜一样的国家呢 他真的是那样吗 他有些什么坏的地方 我们把他放过了 而有些什么他不坏的地方 也被我们放过了呢 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讲的核心的目的 希望大家能够更多元的 更全方位的 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伊朗 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这里是周六的《今夜很真心》 我是马聚 大家再见 谢谢观众朋友的《今夜 》 谢谢大家